大家好,今天Andy要来跟各位讲解的是龙腾地策第十二课 Enjoy idioms from head to toe 那我们从这个标题上来看,我们就知道呢 我们先来看它的标题,第一个字呢,它是一个原型动词 enjoy,享受, idiom呢,就是成语或者是惯用语 这边的片呢,from head to toe 我们中文呢,就把它翻成从头到脚 但是呢,你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它我们中文翻成从头到脚 但是英文呢,说的呢,可不是从头到脚 它说的是什么呢,从头到脚趾头 好,所以呢,这个to这个字,来我们看一下 它是个名词,我们中文呢,把它翻成叫做脚趾 脚趾头叫做to,那这个字呢 它其实它的发音呢,跟英文的另外一个动词一模一样 那个字呢,就是所谓的to 好,那to这个字注意哦,它的发音呢,是念成to 这个字呢,叫做脱掉 例如说呢,你的汽车呢,那个违规停车 后来呢,被那个,被交往警察呢,脱掉走了 was told away,be told away 那这个字呢,当然不可以跟TWO这个字混在一起 对不对,这个TWO呢,就是one,two,three,two 是二的意思 好,所以呢,我们这颗的标题呢,它是要我们好好的 从头到脚,来好好的享受成语 惯用语,但是呢,对很多同学来讲呢 记这些惯用语呢,是头很大的,对不对 但是呢,其实只要我们发挥一点想象力的话 要记这些成语,其实是不那么困难的 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开始来看看我们的第一段 好,第一段呢,一开始它说 Idiams or phrases whose meaning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literal meanings of the words they contain 好,它说呢,Idiams Idiams这个字呢,我们在这边呢,中文就翻成所谓的成语 或者是惯用语 所以一开始,作者呢,先来解释一下Idiams这个字的意思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or phrases,它是一些所谓的片语 好,一些的词组 把几个字呢,把它放在一起的 产生一个意义的,这个我们就叫做phrases 它说呢,Idiams就是phrases 而whose meanings,好,重点就来了 这也是我们这一颗一个很重要的文法观念 就是所谓的关系代名词的所有格whose 在这边呢,我们先针对这个whose呢 我们不做太复杂的解释 我们把它留在呢,这一段的最后面呢 我们再来解释 好,所以它说呢,Idiams 好,就是所谓的成语或者是惯用语呢 它是一些词组 而这些词组的意义 means,好,那我们知道 means这个字呢,是从mean这个动词演变过来的 所以呢,mean这个字呢 基本上呢,我们它是一个名词 我们中文就把它翻译成所谓的意义 或者是所谓的意思 所以它说呢,Idiams呢,它就是一些词组 它的意义呢 are different from the lateral meanings of the words they contain 他们呢,是are different from 那这片语呢,相信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了 但是Idi呢,还是要跟同学呢,稍微做一个归纳 这个be different from from,a be different from b 中文我们就翻成a与b不同 a与b不同 或者是a不同于b a be different from 这个片语呢,相信同学呢,应该经常的会遇到 那这边呢,Idi呢,要跟同学呢 再做一些它的同意词的一些补充 好,我们除了可以用形容词的用法之外 其实我们还可以用它的动词 因为different这个字本身 它是属于形容词 所以前面搭配一个be动词的be 它本身也有一个动词 那这个动词呢,就叫differ 那注意哦,它也是一个不纪录动词 我们后面必须要接一个介细词 才能再接另外第二个手词 好,所以呢,a differ from b 好,除此之外 different这个字除了有形容词 有所谓的动词之外呢 它还有名词的写法 那名词的写法呢 我们通常会搭配另外一个片语 就是there is或者是there are 如果是单数,我们就是a difference 如果是负数,我们就说differences between a and b 所以呢,我们这边呢,你们发现 光是这个differences 我们在这样子的句型里面呢 我们就运用到了三个不同的词类 形容词,动词,还有名词 好,所以呢,在名词的方面呢 there is, there are 后面接的名词 中后面接的名词 between a and b 在a与b之间的不同 那我们就知道a是b a不同于b,或是a与b不同 好,所以呢,这个所谓的成语 关用语呢,它是词组 它的意义呢,are different from 是不同于,不同于什么呢 lateral,来我们看看这个字 lateral这个字 lateral这个字呢,它是一个形容词 我们中文呢,就把它翻成所谓的造字面的 或者是原意的 跟它原来的意义不同 那这怎么说呢 那等一下呢,作者会举一些例子 我们就可以从那些例子呢 来去了解一下这个作者 这句话,它真正的意思 好,所以它说呢 这些字呢,的意义呢 是不同于那些字面上的意义 什么字面上的意义呢 那些字,那些字是哪些字呢 来这边呢,省略掉了which 或者是that they contain 那contain这个字 在这边是一个集物动词 叫做包含 跟它们所包含的那些字的字面上的意义 是不同的 好,那这句话到底怎么说 那我们等一下呢 再来看看我们所谓的作者的分析跟解释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句子 The meaning of an idiom is often not obvious and or clear 好,the meaning of something 什么东西的意义 什么东西的意义呢 an idiom 一个成语或者是惯用于的意义呢 is often 通常呢 not obvious 它并不是明显的 或者是清楚的 好,所以呢 这个字呢 这边应该是很 这个句子呢 相对的 就相对的比较容易一点 那这边呢 in 底呢 要跟同学补充的是呢 很多时候呢 in 底 很多同学呢 会把这两个字 把它混在一起 一个是clear 另外一个呢 是clean 这两个字都是形容词 那clear呢 我们可以把它翻成 所谓的清楚的 叫做clear 好,那clean这个字呢 指的是干净的 好,例如我们说呢 擦窗户擦得非常的干净 clean 那个地板呢 扫得很干净 clean 但是呢 clear这个字呢 指的是清楚的 例如我们说 the sky is clear 天空呢 是非常清楚的 什么意思呢 表示它是没有云的 万里无云 所以这个clear跟clean 特别特别 要记住到 它不一样的地方 那obvious这个字 指的是明显的 显而易见的 加上一个not 就表示不明显 不是显而易见的 接下来我们看 这一段的最后一句 you may find i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e expression even if you think you know every word in it 好,他说呢 you may find it difficult to do something 各位,这个句型 相当相当的重要 也是我们这一课的课文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句型 就是感觉到 或者是发现 或者是觉得 这个时候的find呢 你可以把它翻成发现 也可以把它翻成觉得 都是可以的 那重点在什么地方呢 重点就是在这个it 在这边 它是一个虚的售词 它真正的售词 在什么地方呢 真正的售词 就在后面的不定词片语 所以这边的indy呢 可以帮各位呢 做一个说明 好,这边 这边的it 指的就是后面的 这个不定词片语 好,所以呢 这样子的句型呢 通常呢 我们可以归纳出 一个这样子的句型 来,我们来看一下 感觉到这个东西 后面呢 接上所谓的 售词补语 那售词补语呢 我们最常见到的 就是形容词 分词 那分词分两种 对不对 一个现在分词表主动 一个是过去分词表被动 各位还记得吗 indy一直在跟各位同学强调的 我们要把分词 当作形容词来看 所以呢 我们感觉到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如何呢 是有趣的 无聊的 令人感到困惑的 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一些 一些想法 所以呢 感觉到这个东西 后面接一个 所谓的售词补语 所以呢 像这样子的 用法呢 我们在英文里面呢 经常看到 那我们这个例句 其实呢 我们的 跟这个 我们课本上的这个句子呢 跟这个句型呢 唯一有一点点小小的不同 是在什么地方呢 也就是我们把这个售词 我们用一个 虚售词来代替 那这虚售词呢 就是at这个虚售词 好 那写完之后呢 通常要特别注意到 就是它后面的 真正的售词 就是在后面的 这个不定词的部分 好 所以呢 在这个find 这个at 这个at这边呢 它是一个虚售词 那重点呢 就是说 那真正的售词在什么地方呢 真正的售词就是在后面这个不定词的片语 所以发现这件事情 后面这个售词 那这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后面的这个不定词的片语 所以呢 我们可以在这边呢 Andy呢 帮各位呢 举几个例子 来 我们来看看这些例子 John find it easy to concentrate when listening to classic music 好 我们看一下 这边主词是约翰 约翰呢 觉得它是容易的 好 这个it呢 在这边是一个虚售词 觉得它 它是怎么样呢 是困难的 容易的 是容易的 哪一件事情是容易的呢 to concentrate concentrate 指的就是所谓的专心 读书呢 要专心 对不对 我们这个经过呢 很多科学的研究呢 听古典音乐呢 真的可以帮助你呢 在读书的时候呢 有助于你的专心的程度 所以我们知道呢 发现它是容易的 什么事情容易的呢 专心这件事情变成容易了 什么时候变成容易的呢 好 就是由Huang 所引导的一个副词 时间副词片语 When listening to classic music 当在听古典音乐的时候 他发现呢 比较容易专心 find it easy to concentrate 好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了 他说呢 作者说 You may find it difficult 你可能会发现 这件事情是困难的 那这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 也就是了解 后面这件事情 是困难的 好 那究竟了解的是什么呢 去了解这个所谓的the expression 那expression这个字的意思呢 我们中文叫做表达法 或者是所谓的潜词用字 我们中文英文就念成expression 所以呢 你可能会发现呢 要去了解这些措辞呢 是困难的 好 甚至于 Even if you think you know every word than that 好 那我们就知道呢 这边是一个所谓的副词词句 Even if 好 这样子用法呢 我们以前曾经提过 对不对 甚至于呢 假如呢 you think 你认为 好 那这you think 特别要注意到了 这也是一个插入句的用法 you think I think he thinks 好 甚至假如呢 if you think you know every word than that 好 这at的词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expression 你在这些措辞里头呢 甚至于 甚至于你如果知道 每一个字的意思 但是当他们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 你可能发现 你可能会发现呢 要去了解这样子的措辞 是困难的 所以这件事情 值的是什么呢 就是去了解呢 这些措辞 就是这些成语 放在一起的这些字词呢 发现它要表达东西 你很难去了解 甚至假如呢 你觉得 你每个字你都知道 但是当时把这些字呢 放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发现 要了解它们呢 是不那么容易的 好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段